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配偶就是不怀孕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 首先要让配偶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其次 我们要找一找南方的原因 我们对这样的患者 我们建议做一下检查 第一个 精子功能的检查 是 你看它精子的活力很好 形态也很好 很有能力 看得很不错 但是它的功能未必正常 我经常给有些患者打比方 我说就像一个人 看得身体很强壮 但是你让它跑长百米 可能它五十米都起传吁吁 也就是说它能力有点差 精子也如此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检查 也就是精子的受孕能力检查 我们叫精子功能检查 第二 要做精子免疫功能检查 什么意思呢 我经常给患者打比方 就相当于现在的 像现在的战争 很少 不会和人与人之间去打 见不到人 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这什么呢 电子战 好多武器就瘫痪了 电子战 这个也是那 精子和卵子无法见面 为什么呢 精子表面可能有东西干扰了精和卵的结合 我们把这医学上称之为免疫学检查 这里也不愈 就叫免疫性不愈 第三个检查 精子DNADNN的碎片率检查 精子功能很好 免疫学检查也正常 精子质量很好 但是 如果精子DNA 精子DNA的碎片率很高 那么同样也会引起不愈 那就是早期流产呢 你不知道 一直多少年 以为是不怀孕等等 这是我们对精子质量正常 迟迟不怀孕 我们对男性来讲 要做这三方面的检查 我觉得很有必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